同学们好 继续来看第四个问题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那么在哪里我们好像提到过这个后续支出了 就是前面我们在讲固定资产折旧时 那么哪些固定资产要折旧 其中我们提到一个 如果是在更新改造期间停用的 这个时候呢 这些工具资产我们要不要提折旧啊 这个不用提 但如果是日常维修期间停用的要不要提啊 还是要继续提 原因就在于 如果是更新改造了 我们是要把固定资产转到再建工程的 那说明这固定资产呢 它没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你就不能提 对不对 而如果是日常维修期间 那我们这个维修费啊 发生时 我直接记录到当期损益了 没有把它记录到再建工程 所以固定资产没有转再建工程 是正常使用的 所以它还是要提折旧 那么所以呢 整个的后续支出 其实包括两种 一种就是更新改造支出 一种就是日常维修费支出 那么对于更新改造支出 因为大家也知道了 在更新改造时 我们要先把固定资产转到再建工程 然后再把发生相关的改造支出 记录到再建工程 最后呢 改造完了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我们再把再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好了 先看一下第一个 对于更新改造支出 我们主要分两类 那么一类是 如果符合了资本化条件了 那我们就记录到再建工程 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我们记录到当期损益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更新改造支出 那我们都得把它记录到再建工程 这不是的 你要看金额大不大 时间长不长 对吧 那什么叫符合资本化条件 这个呢 我们就详细的就不再说了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符合了准的规定的这些条件了 那么就要把它记录到固定资产成本 如果不符合 你就不能记录成本 要记录到当期损益 而对于日常维修费支出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记录到当期损益 或者是相关资产成本的 那么例如 对于管理部门或者销售部门 那么他们发生的这些设备维修费 我们就记录到管理费用啊 或者销售费用 这就记录到了当期损益了 那么如果是车间设备 它发生的日常修理费支出 这地方呢 我们是要记录到 我生产的产品成本的 所以呢 它其实是记录到了制造费用了 那制造费用我们知道 它最终是记录到产品成本了 对吧 所以也可能记录到相关的资产成本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地方 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对这个车间设备的日常维修费 以前我们是记录到管理费用的 但后来呢 出了一个准则的问答 那就说了 对于车间设备的日常维修费 那么是按照存货准则来处理的 也就是说 它要记录到我们市场的产品成本 所以现在我们是记录到制造费用 不再记录管理费用了啊 所以在这提醒 以前学过同学 可能你学的时候 对于车间设备维修费 是记录到管理费用的 但现在改了 它不能记管理费用了 记制造费用 好了 下面第一个 更新改造支出 那么这个呢 稍微麻烦一点 第一个问题呢 是会计处理原则 对于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 满足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就是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就记录到固定资产成本 那如果不满足 那我们还是记录到 打起损益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被替换的部分 那应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 从该公共资产的 原账面价值中扣除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假设呢 我这个电脑 换了一个CPU 这个CPU呢 它的间隔是比较大的 是不是 然后呢 CPU拆下来之后呢 电脑不能用了 所以相当于我换CPU 是一个更新改造支出 那么在换的时候呢 我是把旧的拆下来 再把新的换上去 对不对 那么换上这个新的 其实就是相当于 增加了更新改造支出了 或者发生了这种支出了 那我新的CPU 它的成本应该记录到 我更新改造完的 这个电脑的成本 但是呢 我旧的CPU 我得把它的价值 从原来固定资产的 价值里面把它抠出来 对吧 把这部分减掉 所以啊 换下来的 就减掉 加上去的 就加上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啊 我们假设一个汽车 账命价值是50万 买了个好车啊 就开了几年之后呢 还值50万 然后呢 旧发动机 车里面有发动机吧 旧发动机 账命价值是10万 然后发动机后来坏了 坏了之后呢 我换了新发动机 这个成本是30万 这个时候你说 换完发动机的这个车 它的成本应该是多少钱 原来账面是50万 我换下来一个旧的 说把这块要减掉啊 换上去一个新的 说把这个新的要加上啊 所以啊 更新改造之后的 汽车成本应该是50万 减10万 加30万 等于70万 这就是把被替换那部分 要把它减掉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更新改造之初 这就是更新改造完成的 这个估计资产的成本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另外呢 在这边 我先提醒一下 这边换下来的旧发动机 我要减的时候 是减它的账面价值 不是减它的账面原值 注意啊 减账面价值 只要出到账面价值了 它一定是原值 减折旧 减去啊 减值准备 明白了吧 好了 看账面处理 那么第一是 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先转到栽建工程 那么借栽建工程增加了 带固定资产减少了 对吧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账面余额 另外呢 对于该固定资产 可能我不还提了折旧了 还提了减值了 那么这样的话 和该固定资产相关的值 就简直要同时解转掉 那么这两个 都是属于贝底账户 原来增加时是在贷方的 所以要解转时减少了 那又在借方 对吧 所以呢 这三个合起来 你看贷方是账面余额 或者叫原值 这两个是贝底 两个在借方 一个在贷方 两个抵消之后 这三个啊 固定资产抵消这两个之后 是不是就是固定资产的 占面价值啊 然后就把占面价值 转到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只要是转到了再建工程了 你说我还能不能再提这就了 就不能再提了 你现在不是工具资产了 是不是 还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你不能提这就了 所以前面我们说 在更新改造期间停用的 或者改扩建期间停用的 你就不能提这就了 就是因为我们把它转到再建工程了 不能继续使用了 那就不能提这就了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发生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假设我购买了新发动机 那这个发动机呢 相当于工程物资咯 所以买的时候借工程物资 应该税费增入税价税额 代营养送款 对吧 然后把这个新发动机 安装到这个车上去 那说明把工程物资 转到了再建工程了 对吧 所以借在建工程 带的是工程物资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再建工程有几个 两个 一个是前面的 原固定资产的账命价值 对吧 是这部分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 包括发生的一些费用 还有就是我们换上去 新的零部件 它的账命价值 这就是新的那一部分 账命价值对吧 或者叫成本 然后把它转到再建工程了 再建工程增加了 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再建工程里面 因为最后更新改造完了 我们是要把所有的 再建工程转到工具资产的 所以啊 这些在更新改造期间方式支出 那我们都得记录到 再建工程的成本 是不是 这些再建方 那么第三是 扣除被替换部分的账命价值 那么如果呢 这个替换部分 完全废掉了 不能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账命价值 直接寄与到 营业外支出就可以了 那么既然是从这里面 要把它扣掉 说明我们再建工程 要减少这一部分 是不是 它会导致我们最重的工具资产 是减少了吗 所以啊 带再建工程减少 这地方再听一遍 一定是它的账命价值 而不是原值 如果题目告诉你 被替换部分的账命原值多少 你不能直接用 你得用原值 减去累积的折旧 减去减减准备 算出账命价值来 才能记得这两个几个里面 明白了吧 那么如果呢 它不是说直接报废了 它还能卖一点钱 这时候呢 我们就记不住 营养聪款 就卖的钱寄营养聪款 如果有材料入库了 那我记不住 原材料就可以了 这是收回的这一部分 然后把净损失 我再记不住 营养外之初就行了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 代金工程有几个了 借房有两个 然后代房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 借房两个就是 原来固定资产的 占命价值 还有就是发生的 更新改造之初 然后代房一个是 替换部分的账命价值 是不是 那么最后呢 改固定工程完成了 固定资产达到了 预定科技使用状态了 我就要把前面的代金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 而这时候注意了 我就不能向前面 我在安装时 就是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以及我资建固定资产时 我就把所有的借房 加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 代金工程有代房这个 这个是需要减的 所以总的 我也找代金工程账户的余额 这个余额一般 是在借房的 然后把它从代房 再转入到 在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最后转过来之后 代金工程有没有余额了 没有了 所以这边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 再建工程的账户余额 你不能进行 把借房加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代房还有 所以要找余额 好了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 更新改造完成后 固定资产成本 等于改造前的 固定资产的占名价值 加上资本化的更新改造支出 因为有些更新改造支出 我们是要记录到成本的 有些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那我们就记录到 短期损益了 是不是 所以只有那些 要记录到成本的 我们才给它加上 再减去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那么第二就是 更新改造完成之后 要重新确认 它的使用寿命 精彩值和折旧方法 还要重新来算折旧 相当于是一个新的资产了 那既然是新的 那我就要重新去估计 使用寿命啊 精彩值啊 方法啊 然后重新 从头开始算折旧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看下例题 假航空公司 唯一般大事人 2010年12月 购入一架飞机 总计划费8000万元 这里面是包含发动机了 就是飞机 整个可以飞的飞机 里面肯定是含发动机的 英雄发的是8000 那么发动机呢 当时购买价格是500万元 也就是说这飞机和发动机 价格分开了 飞机是7500万 发动机呢 是500万 那么公司呢 未将发动机 作为一项单独的固定资产 进行核算 那说明 它把发动机和别的部件 一起作为一个固定资产核算的 那就是 整个飞机 作为一个固定资产 成本是8000万 没有把发动机单独列出来啊 然后19年6月末 公司呢决定更换发动机 新发动机采购价700万元 这就是新的零部件 成本是700 我如果换上去了 我是需要 在上面加上它的成本的 是不是 这是发动的更新改造支出 专业发表注明的金额是91万元 另支付安装费 并取的专业发表是10万元 那么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也是发动的更新改造支出啊 所以都应该记录到 在进工程成本要加上 假定飞机的折旧率是3% 那不考虑预计结残值的影响 且替换下的老发动机 报废 没有残值 那么既然直接报废了 那说明 直接把老发动机的占门价值 把它转入到营业外支出 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残值收入啊 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银行送款啊 或者原材料的 所以把占门价值 直接转到营业外支出 就行了 这个题目呢 我们整个思路是怎么样的 好了 先看这个 首先 对于旧飞机 我们第一步呢 是要把旧飞机的 占门价值 是不是转到代舰工程啊 是不是 所以第一步 我要算旧飞机 它的占门价值是多少 那么这地方呢 10年12月份买的 所以啊 应该是从2011年的1月份 开始折旧 那么什么时候 开始换发动机的 是19年 6月末 那么到6月末 要更换发动机 所以整个的折旧期间 是从2011年1月份 一直到2019年6月末 这相当于当月减少了 就6月减少了 对吧 6月份换发动机了 那我们就要把 工具资产 转代舰工程 相当于这个时间点 是减少了 那你说6月份 踢着就啊 踢着就 所以呢 从2011年1月份 一直到19年的6月份 那应用是几年 11213151415161718 然后19年到6月份 到6月份值 所以19年 是不是还有半年啊 所以应用是8.5年 那么这样的话 它每年折旧率是3% 所以这个飞机 它的累计折旧额 能算出来 能 应该是原值8000万 乘以3% 这个是一年的折旧额 乘以8.5 这个 就是整个这8.5年的 累计折旧 就是 截止到2019年6月份 它的折旧额 然后再用总的原值8000万 减去到2019年6月末 它的累计折旧额 这是不是就是 它的账面价值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样第一步的话 我们这个 旧飞机账面价值算出来了 那么第二次呢 我要把旧方程机的 账面价值也算出来 因为我要把它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从里面减掉啊 那么旧方程机账面价值怎么算 这边告诉我们了是 原来方程机的买价是500 这个500 它可不是它的账面价值 是它的原值 对不对 那你说 它没告诉我们发动机 折旧多少 那怎么算啊 你想一想啊 既然是我们把发动机 和飞机合一块 当做一个工具资产的 所以它们的折旧 年限 折旧方法 折旧率 肯定是一样的 是吧 同一个资产嘛 它每一个部件 折旧的年限 折旧率 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发动机 你也是按照 3%的折旧率 来算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怎么算 原值500 乘以年 折旧率 3% 然后再乘以 8.5 乘以8.5 8.5年吧 是不是 这就是 接着到 2019年6月份 这个发动机的 累计折旧 然后用500 减去 总的 折旧 没有减值 那就是 接着到 2019年6月份 它的账面价值 没问题吧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旧发动机的 账面价值 我们也搞定了 那么下一步 还要换一个 新的发动机 那么新发动机 有没有什么折旧啊 没有 我们买的是多少钱 700万 所以直接把这700万 加上就可以了 所以之后 更新改造完了之后 新飞机的成本 应该是 原来旧飞机的 账面价值 注意 算完了吧 减去旧飞机 账面价值 算完了 再加上 新发动机 这个是旧发动机 旧发动机 这是新发动机的成本 就700 然后算出来 就是新飞机的成本 明白了吧 所以 旧飞机 在处理的时候 一方面呢 我们要把它 账面价值 转到 再建工程 对吧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 对于旧发动机 我要把它的 账面价值 转什么地方去啊 因为没有残值收入 所以把账面价值 转到营业外之处 同时带 再建工程 就可以了 然后把新发动机 它的成本 进入到 介绍在建工程 最后 找到 再建工程的余额 然后把这个余额 再转到 固定资产 就是新飞机 就是新飞机的成本 思路就是这样 但可能计算过程 比较复杂一点啊 好了 一步步来看 第一 先计算旧飞机的 账面价值 从一年一月份 一直到19年6月份 一共是累计 折旧的是8.5年 所以呢 旧飞机 累计折旧额 是8000乘3% 等于8.5 等于2040 而旧飞机 账面价值 就是8000减去2040 等于5960 这是算出了 旧飞机的账面价值了 然后呢 把它转到 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所以借 再建工程 55960 是它的账面价值 然后再的是 工具资产 原值8000 累计折旧 2040 这两个差额 就是账面价值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再建工程 在借方有一个 55960 我们为了后续计算方面啊 所以在每个分路后面 我都加了这样一个账户 我们最终要找 在建工程的余额 对吧 所以呢 现在余额是 借方 5960 第二 计算旧发动机的账面价值 那公司呢 是将飞机 作为一项固定资产核算 所以旧发动机 它的折旧率和年限 与这个旧飞机是一样的 刚说过了吧 所以呢 整个的折旧额 就是500乘以3% 再乘8.5 然后占面价值 500减去折旧额 是 372.5 然后把这个旧发动机的 占面价值 转到营业外直出就可以了 因为听不出了 它没有残值收入 那么如果说 你残值收入 收了一个100万 那100万你记住到 营养通款 然后剩余的 记住到营业外直出就可以了 所以分路是 借营外直出 372.5 再建工程 372.5 没问题吧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资金工程有两个了 一个是5960 是旧飞机的 占面价值 372.5 是旧发动机的 占面价值 这个是在代方的 因为我们是要把这部分 从飞机里面把它扣掉 要减掉 是不是 所以是在代方的 然后再把新发动机装上 买新发动机时 机械工程物资 700 经养税额91 代营养款91 然后再把发动机 新发动机 再给装到飞机上 那就把工程物资 再转到 资金工程 700就可以了 而这时候呢 我们的资金工程 借房有两个了 对吧 这边又多了一个 5960 还有这个700 在房还有一个没变化 372.5 然后除了这些 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个安装费 对吧 所以再支付 其他安装费 这个安装费 那肯定也是要 记录到资金工程的 所以借资金工程 使 经养税额0.9 代营养款 10.9 这个时候 我们的资金工程 又多了一个了 借房变成了 5960 加700 加10 然后代房是372.5 所以整个的余额 就是6297.5 而这个6297.5 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 旧飞机 加门价值 加新发动机 加安装费用 再减去旧发动机的 加门价值 对吧 就跟我们前面的理解 和公式是一样的 再出来是 6297.5 而最终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 转到固定资产 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一步 借固定资产 6297.5 代资金工程 6297.5 这数字怎么来的 这是旧飞机 占名价值 这是新发动机 加上去 安装费用 加上去 旧发动机 这面的价值 减掉 得出来就是 新飞机的成本 没问题了吧 那么这边呢 可能就是 对于占名价值的计算 可能麻烦一点 你要看清楚了 到底从哪一天 哪个月 开始提拾旧的 然后到哪个月 截止的 你要算整个累积 这段时间的 总的值就额 然后再用总的原值 减去总的值就额 就是账名价值 这就可以了 所以思路是比较简单的 但就使这段过程 可能稍微一点麻烦 好了 第二个是 日常维修费支出 那么如果是 不满足 固定资产权权条件的 日常维修费 应该在发生时 记录到当期损益 或者是相关资产成本 那么如果是 车间设备维修费 我们记录到制造费 行政管理部 销售部门的 记录到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的 记录到销售费用 如果是 经营出租的 公移资产的修理费 我们记录到 其他业务成本 前面我们对 经营出租 我们说过了 如果是 把公移资产 经营出租给别人了 租金收入 我记录到 其他业务收入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公移资产的 折旧额 我记录到 其他业务成本 还有 那你出租的公移资产 他也会 发生一些维修啊 是不是 比如说 我们以前有很多 这个大型企业 他需要打印机 但是呢 这种大型打印机 太贵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去租打印机 一个月不贵 五百块钱 然后呢 这些耗材 比如说纸张 你自己准备 然后这些 锡谷啊 或者墨盒啊 他帮你来更新 如果这个设备 出什么问题了 他帮你来修 所以出租方 是不是会发生一些 维修费啊 那么这些维修费 他也是为了取得 这个其他业务收入 发生的 所以也应该寄入到 其他业务成本 这一点注意啊 那么支付了之后呢 如果里面有增值税的 那寄入到进行税额 然后贷就是 营养算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我们前面讲了好多了 什么车间的 既知道费用 或实验成本 管理部门的 既管理费用 销流部门的 销流费用 出租的 其他业务成本 对吧 都差不多 所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计算题 2019年6月1日 假公司对销售部门 使用的一台设备 进行日常维修 销售部门的维修 应该寄不哪 寄不到销售费用 是不是 修理过程 用银行送款 支付维修费 2万元 增值税的13% 所以我一个公司 支付的是 2万乘以1加13% 借销售费用2万 击养税额 2千6 带阳通款 22600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管理部门的 那就借管理费用 车间的 借制造费用 就行了 好 下一题 企业对一条市场线 进行更新改造 该市场线的原价 为120 以提折旧 60万 改造过程中 发生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支出 是30万 那被替换的部分 占卖原值 是15万 问更新改造后的成本 是多少 这个怎么算呢 和前面原理是一样的 先找旧的 市场线的 张明价值 原值120 折旧60万 所以应该是120 减60 这是原来旧的 市场线的 张明价值 对吧 然后加上 更新改造支出 30万 再减去 被替换部分的 张明价值 我能不能直接 减去15 那么呢 注意不能 我前面前道好几遍了 替换这部分 减的一定是账面价值 这边写的是账面原值 那肯定不行 那么怎么样 根据这个原值 算它的折旧 或者算它账面价值呢 那前面说过了 这个市场线 以及这替换部分 它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他们的折旧率 只有年线都是一样的 所以啊 你这个市场线 折旧了多少 这我说这个比例啊 比如折旧了百分之二了 那么你这个被替换部分 是不是也是折旧 他们之二 那这个题目里面 你原价是120 折旧60万 说明这个市场线 是折旧掉了一半了 那么你被替换部分 也应该是 折旧掉了一半了 所以他们的折旧比例 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既然是已经 折旧掉一半了 说明剩余的 账面价值多少 那还是一半呀 所以15除以2 7.5 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对不对 那这样就好了 60 原来旧的市场线的 账面价值 加上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 减去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 这就是成本了 90减去7.5 应该是82.5 答案选择B 好下一题 某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改良 发生资本化支出 共45万 被替换 旧不见的 账面价值10万 这边跟我们说了 被替换的 账面价值10万 所以你要不要再会想 折旧多少 然后还有原则 简直就算账面价值了 不需要 题目直接告诉我们了 账面价值就是10万 那就简单了 考试的时候呢 它一般情况下 不会给我们搞太复杂 它都会直接告诉我们 账面价值 但是 你万一 它非得给我们来一难题 说 账面原则多少 让你自己算 账面价值 这时候你要会算啊 原价值500万 一期折旧300万 那该设备改良后的 入账价值多少 应该是原来的 账面价值 应该是原值500 减去折旧300 200 加上更新改造之初 45 再减去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10万 就行了 答案出来了 245-10 235 答案选B 这个太简单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提供 把这个10万改成 账面原值呢 应该怎么算 下面说过了 它们折旧比例是一样的 你就看一下 我整个设备 折旧额 占总的原价的比例 以这个比例 来算 被替换部分的 折旧额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原价是500 折旧是300 说明已经折旧掉了 5分之3了 是不是 那说明这个原值10万 也是折旧掉5分之3了 所以啊 折旧额是10 乘以5分之3 这是被替换不进的 折旧额 然后用10 减去 折旧额 是不是就是它的 账面价值了 那这样的话 你再减这个 这一部分的时候 就减去这个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那或者是 你再这样反过来想 你折旧额 是300 原值500 所以折旧的比例 是5分之3 那你说 账面价值 占原值比例多少 那不就5分之2吗 是不是 设备是5分之2 那你说被替换部分 是不是也是5分之2 是啊 所以10 乘以5分之2 不就是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吗 对不对 我前提是 我这边 这个10改成原值了啊 有些同学说 可能一到这 开始停这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我这边已经改成原值了 所以如果是原值 你就把它 根据整个设备 它账面价值 占总的原值的比例 然后算它的 账面价值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例原值到了5分之2 所以10乘5分之2 就是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 那就把这个减实 替换成它就可以了 没问题了吧 好了 再看一下这一讲的另一题 判断题 符合资本化 区认小间调工具资产 更新改造支出 应在发生时 通过再建工程科目核算 对不对 那肯定是对的哟 好 下一题 某企业是一般大事人 专设销售机构 管理用办公设备 维修费3万元 这原发表 注明的增税3900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了一个谈中 该企业发生设备 维修费的快据处理 正行的事 你就确定 这应该寄不到什么费用 因为他说了 管理用 管理用 管理用的肯定寄管理费用 但你别忘了 你每个部门 是不是都会发生一些 管理用的这些折旧 或者费用 是不是 如果题目没说 什么什么机构 就说管理用设备 维修费3万 那就基管理费用 但如果人家说了机构了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看具体什么机构 比如说车间的 管理部门的 销售部门的 对吧 这个不一样 别搞错了 另外是一般大事人 所以这个3.9 能不能寄不到 我们的费用里面去 不能 好了 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是讲了 估计资产的后续支出 主要是两个 更新改造支出 还有就是 日常维修费支出 那么对于更新改造支出 那么注意 我更新改造完的成本 到底怎么算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原来旧的账面价值 加上新投入的 更新改造支出 包括替换的新的部件 包括发生的安装费用 对吧 都是 再减去被替换部分的 账面价值 那得出来就是 我新的 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么还有就是 日常维修费呢 那分清楚了 车间的 即制造费用 管理部门 即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 销售费用 就行了 所以这一点呢 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呢 那个更新改造 那个发动进的题目啊 可能计算 要稍微大一点 我们先要先理清思路 你不要乱 遇到这种题目 你不要觉得无从下手 先想想 我该一步一会怎么做 那个题目之前 我不是把整个思路 给你画在图了吗 你要让那个图 先去想想 我要先算这个 再算这个 然后算这个 一步步算出来之后 然后再想 分路怎么写 在这时间点 怎么写分路 那个时间点 怎么写分路 这样一步一步来 这题目不就做完了吗 所以不要觉得 这个题目很难 无从下手 我就不干了 这个不行 你不做 不常人去做 你就永远不会 做会的题目 就像 你一步只能出击 你们两个之间 就永远没有故事 是不是 这句话用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知道 好了 我们这一讲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